今天让我们总结无悔的人生的这个课题 之前我们讨论过要过无悔的人生 一方面是不要照下让我们后悔的事 或者是错过该做的事 这些错过该做的事跟照下不该做的事 这些会让我们想起来会后悔 所以这个可以通过佛法的训练 正念的培育 智慧的培育 善用自责的引导等等 我们能够有更好的知见 更好的能力和智慧去避免犯错 照下那些遗憾或者后悔的事 接着我们是看到后悔是不需要的 当我们看到因缘的时候 了解因缘的时候 知道什么东西都是因缘生因缘命 都是因缘 一种能力 一种表现 一种习惯 一种操守 其实都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一个人之所以有美德 有操守 也是因为有过去的那种培养 过去可以是这一生的过去 或者是过去师的过去 的培养 的培养 产生的 所以了解到因缘的时候 了解缘起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接纳所有的不缘满 接纳不是说放纵 或者是不要改 不是 只是你知道 所有的不缘满 也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所以这个能够接纳 看着没有这个后悔的需要 也没有需要去后悔 都是一个过程 那更进一步 当我们能够真的 实际的去修行 去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我 我们认为的这个我 自我 其实呢 它是空的 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 它是原生原灭的 所以当我们在了解到的时候 是谁在后悔 为谁后悔 这个是修行的比较高的层次 但是呢 可以通过修行去体悟它 其实我们的人 基本上是有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组合而成 如果我们没有了精神 只有身体物质 那就死人了 如果有精神跟身体 共同的操作 我们才有这个生命 但是这个精神是什么 这个肉体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是深入去看待 我们的这个肉体 其实呢 它是每一刹那都在 生起又消灭的 非常快速的生命 如果有学习量子物理学的人 就比较容易明白 这种说法 因为在量子物理学里面 他们也发现到 你那些这些物质现象 真正探索进去 它就是一种能量 其实是蛮空的 其实呢 通过修行可以体证 本来这个身体 也都是空的 精神现象也都是如此 他们是因缘合合而成 但是呢 从探索到最后 它是无我的 是空的 这个不能停留在理论 这个不能用理论 这个只是理论上 只是讲解有一种 这样的一种体悟 但是真正要体悟 还是要靠实修 实证 就是实证 就是亲自看到 亲自证实到 理论是 比如说你没看到太阳 你是听人家说 那是一个听人家说的 但是亲自看到 跟听说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领域是需要 实证的领域 如果一个修行人 他能够通过 开发新的力量 通过子谈 开发这个定力啊 正念啊 新的光明 而用这新的光明 这个力量 去看生命的真相的时候呢 他也发现了 这个精神现象 跟物质现象 其实它是空的 是刹那刹那在生命的 它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主体 如果一个人能够达到 这样的一个体悟 体正 那这个后悔 也很容易就放下 为什么 为谁后悔 谁在后悔 这个所谓的后悔者是谁 所以如果能够看透这种真相 空的真相 那也就没有这个后悔 这个问题的存在 它就是现象 空的现象 无我的现象 所以这个是 在那个体会的时候 就会看到 这个后悔 是没有那个立足点的 你要有一个我 你才有一个立足点 这个后悔才有立足点 没有一个我 这个立足点就没有了 但这个还不够 再更深一层 因为一个人 如果是不后悔 当时他的智慧升起的时候 他看到没有一个我 可以还要后悔 但是只要那个烦恼 后悔的潜在潜质 就是我们讲 随眠烦恼 巴黎文叫 只要这个没有断除的话 还是有可能后悔的 有些时候 争念不足 因缘太凶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 为什么 他没有断根呢 就像你把那个芒果 树上的芒果 全都采下来了 但是那个芒果 长芒果 它那个潜质还在 根还在 还在长 叶还在 干还在 那么呢 季节到了 芒果树又会再次 长出芒果 但是 如果 这个芒果树 连根拔起了 那它就 再也不会再长芒果了 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 这个后悔 这个心 赤色底底的 连根拔起 不再生起 那我们要修 修到我们达到 一种 证悟的阶段 那个证悟的阶段 赤底的 把那个潜负的 后悔的这种潜质 都赤底的断出 那个时候呢 就怎么样的情形 后悔都不会生起了 这种就是真正的 无悔的人生 这种